这位84岁的老人脚步绿眼迟缓 却目光坚异 他脚下的高原 印记着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奋斗的足迹 抗美援朝期间 年仅13岁的吴天一深井入 之后被分派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体操队 我同时是沈阳市体操队 各自小嘛 玩杠子 双杠 我的单杠双杠都玩得好 大学的外号叫凶大鸡 你看一个 1958年 经历了朝鲜战场洗礼的吴天一 跟随部队调防到青海 在这里 他见到了大量因支援高原建设 而患上高原病的患者 其中一位志愿军的战友 尤其让他印象深刻 谈多的呀 从鼻子里口腔里嘴里面都涌出来 哎呀 确痒特别严重 把谈出来 飞机打跑都没把我打到 我到了这个地方 得了这个拐笔 最后他就去世了 这个化觉刺痛脑的 所以这是激发我要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个起源 一个动力 从此 吴天一开始了他六十多年的高原病学研究 而在当时的中国 这是一项空白 为了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吴天一人生的黄金时代 多数是在青藏高原的调研中度过的 山路崎岖需要骑马行进 在骑兵支队当过兵的吴天一 常常笑称自己是塔吉克族的好骑手 赶着驼仪器和行李的牦牛 饿了吃冻成冰驼的羊肉 渴了喝牧民的奶茶 为了拿到一份珍贵的样本 吴天一常常要一天骑行六七十华里 在调研途中 吴天一遭遇过六次车祸 留下十四处骨折 最严重的一次 一根肋骨差一点就出入心脏 一百天后 它又出现在了马背上 在高低压综合舱的人体实验中 吴天一耳膜穿孔 阿尼玛青山科考 双眼白内障 长期高原奔波 导致慢性高原心脏病 应该说全身好这地方的机器 都有损坏 但是你做高原 你不要这样的现出 你不可能有这样的获得 身体屡造重创 而理想的火焰却愈燃愈旺 吴天一对于高原病学的研究 也愈发深入透彻 2001年青藏铁路修建 吴天一担任医学专家组组长 他主持修建了45个高压养舱 38个低压舱 建立了三级救援体系 以确保每一位注入工人 都能得到最有效的高原救治 吴天一和医疗团队的目标是 不死一个人 他们按照最高标准 制定了缜密周全的医疗救助体系 而最终五年14万驻陆大军 无一因高原病死亡 这被国际医学界称为 高原医学的奇迹 守护高原人民和建设者的生命健康 是吴天一的初心 而六十多年来 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激情 都融入进了广袤的青藏高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